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类似的图案 更有南极退役的海豹突击队员曾爆料 他在南极时有误入过外星人的住所 并在里面看到了象形文字 那人类早期的象形文字 和世界各地发现的岩画 以及巨型的地理图 真的都是来自地球之外吗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了 不是说外星人的先进程度 要比人类高出很多吗 那他们的文字 怎么可能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阶段呢 首先要知道 我们整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 其实只有5000多年 尽管只有5000年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十分的努力 才能读懂最早期的人类留下的语言 所以试想一下 一万年后的人类将会如何沟通呢 我们的语言又会进化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上万年前的智能生物 想要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信息 他们是不是多半会用一种万能的宇宙符号 来传递信息呢 这样一来 不管你是说的什么语言 有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都能够感受到他们要说的信息了 比如在1991年 美国能源部指派了两组专家 为废物隔离试验工厂设计一个标记系统 简称WIPP 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核废料设施基地中 科学家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 将此地的危害信息传达给生活在遥远的未来的人类 因为未来的人类 有可能会发展出全新的语言 或者其他的交流形式 所以美国能源部就召集了一群背景各异的专家 来设计能传递危险信息的图案 这设计组中就包括了科学记者约翰·隆伯格 隆伯格曾参与过美国宇航局NASA 1977年的旅行者号的任务 在那次任务中 他帮助设计了那张试图与外星人联系的经唱片 但这次帮助美国能源部设计的图像就有些不同了 因为我们要找到的不是与外星人交流的方式 而是要与一万年后甚至是十万年后的人类交流 通过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 简单的图像是最容易被识别的 科学家们发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不管是古埃及还是远古的部落 用图片讲故事的做法 似乎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所以几千年前甚至是上万年前的人 为什么用简笔画来传递信息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如现在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的中毒的图案 还有表示核辐射的三叶草 或者是表示停止的符号 虽然这些都不是通用的 但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你都很容易理解它的意思 有研究学者认为 有的外星种族的先进程度远在人类之上 它们如果要在地球上给人类传递语言 肯定不会是复杂的 而反而会是简单的图形 不仅如此 在人类早期的文字记载中 也有着诸多关于象形文字来源于外星的说法 时间来到2017年6月 来自耶鲁大学和皇家历史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在埃及的埃尔卡布有了历史性的发现 在探索这座古城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岩石艺术雕刻吸引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力 经过仔细研究后 专家认定这些雕刻可以追溯到5200年前 这使得它们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 可能大多数的人会认为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更像是表情符号 这各种符号是各有各的象征 比如有的象征着太阳 有的象征着动物或者植物 可专业的象形文字研究学者却说 这一个个象形文字并不是一个个相邻的图片 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书写系统 其中每一个符号和符号的组合都有特定的含义 据研究学者解释说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似乎是凭空而来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也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是为谁而设计的 象形文字这个词Herocliffe源自于希腊文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神的写作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还提到过 埃及方尖碑顶部的部分被称为奔奔石 而奔奔石的形状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金字塔 从现在的考古中发现 最古老的奔奔石比最早的金字塔还要年代久远 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 这金字塔的设计是基于奔奔石而建造的 而根据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宗教文献的记载 曾经有一个巨型的奔奔石从天而降 当时的奔奔石好像一团火球划过天际 降落在古埃及 在奔奔石上还刻有名文 当它着陆后 有人形生物从里面走了出来 它给古埃及人带去了语言和知识 有很多人认为古文中记载的奔奔石 与阿波罗火箭顶部的着陆舱很是相似 而且奔奔石上的名文正是象形文字的一种形式 在埃及人的眼中 那是神的语言 更是神赐予的礼物 那几千年前是不是真的有一艘宇宙飞船 把象形文字带给了古埃及人呢 严许并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 而是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因为科学家们还在北美发现了 来自于一万年前的象形符号 2013年 一群研究人员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 已经干涸的温尼马卡湖的河床上 发现了一些雕刻在岩石上的奇怪符号 这些岩画的样本后来被带到了科罗拉多大学 在那里 科学家们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竟然发现这些岩画是雕刻于一万零五百年至一万四千八百年之间 这使得它们成为迄今为止在北美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雕刻 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它的来源 因为在当地居住超过了四千年的北美原住民派尤特人 都一致否认这是自己的祖先创造的 它们说这些符号是一个来自于外星的巨人种族留下的 这种巨人种族叫塞提科德 据说它们有着红色的头发 身高在两到三米 它们喜欢生活在湖上建立的城市 有人说那些一万多年前的图案有着螺旋状门的形状 还有的看起来像是一些奇怪的生物 这一切仿佛都在暗示着它们起源于地球之外 有研究学者说 我们总是看到某些符号反复的出现 有许多几何形式 其形状有螺旋 同心圆 或者直线 抽象的设计 这是世界各地的远古研画和巨型的地理图案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比如在秘鲁的纳斯卡线条中 就有一个有趣的太阳星形十字地画 这是一个巨大的曼陀罗 由相互连接的星系图和三角形组成 这种类似的图案其实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 比如在西藏 在印度 像这样在几何学上如此复杂的东西 更像是一种语言 一种信息被谁带到了地球上来 而且全世界都是 有很多研究学者相信 还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 各种象形文字和古怪的符号 并不是起源于地球 因为曾有目击者报告说 在外星飞船外和南极神秘的建筑内 看到了象形文字 先说说 这件发生在1965年12月9日的第一类接触事件 当时从美国的六个州和加拿大的部分地方政府 都有收到居民看到火球的报告 据官方记载 当时有一个巨大的明亮的火球 从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和安大涅省的温沙地区上空划过 后来有不少村民报告说 看到了有东西坠毁在树林中 记录显示 当时人们都看到了蓝色的烟雾 并听到了一声巨响 当然当局是立刻封锁了现场 之后官方说是一种自然现象 说是一颗陨石坠落了 就这样就糊弄过去了 直到2005年 美国宇航局NASA才针对此事发表了声明 发言人称 他们检查了该地区的碎片后 发现是一颗来自于前苏联的卫星 只是事发时的各种记录资料 在1987年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所以这事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 关于这件事 美国的NBC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节目 《未解之谜》来表达人们的种种疑问 在节目中有很多独立的研究学者 包括一些科学家都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1965年坠毁的是外星飞船 因为有太多的目击证人了 据报道 有当地居民在树林里看到了 那个坠毁的物体 它的形状像是一个巷子 大约有一颗大众甲壳虫车那么大 他们在那个中型的物体上 还发现了奇怪的象形文字 而且整个底部都是 人们说这个东西随后在一次政府的秘密军事行动中被移除了 这个节目当时还根据多名目击者的描述 制作了一个UFO的道具 现在如果你去那边旅行 仍然可以在那个村子里看到 此外我们之前还聊过的英国的罗斯威尔 蓝道森森林事件 当时是有两名驻扎在英国的美国士兵 近距离接触了UFO 并在那个UFO的一侧看到了象形文字 还有我们之前还聊过一名退役的海豹突击队队员 在南极执行任务时 误入了一个外星人的八角形结构的建筑 他在里面看到了发着那种青绿色光芒的象形文字 没看过那两期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很多官方有记载的UFO第一类接触事件中 都有着奇怪象形文字的身影 此外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字符号都找不到出处 仿佛是突然出现在我们地球上的 而且在各种文化的传说中 那些文字是被神从天上带来给人类的 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种迹象都表明 那些象形文字正是一种来自于外星的语言 我们可能暂时还看不出它们的确切含义 因为它们经历了上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这些信息可能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也可能非常的简单 比如有的可能是在指向某个特定的星系 有的可能是在告诉我们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要与我们见面 我们还不确定 但人类一旦破译这样的语言 这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人类真实的历史和来源呢 感谢观看